你明知道我们家严下有对象的 你怎么还在中间搞破坏啊 阿姨 您误会了 我误会了吗 这要是大白天的 可能我误会了 这现在都几点了 半夜三更 不能寡女共处一室 能误会吗 你是不是对我们家严下做了什么 我可没有啊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可饶不了你 阿姨 阿姨 臭小子 你别跑啊 阿姨 你上上力气 你别跑 阿姨 请我给你解释 干嘛呢 你让开 我给你教训这个衣冠禽兽 你说你受了什么委屈 妈给你做主 我没受委屈啊 怎么可能呢 你是不是不敢说呀 真的没有 怎么可能 你看看这都几点了呀 大白有点脸齿心的人 都知道女人明节的重要 今天幸福是被我撞见了 要是被别人撞见了 要传出去该多难听啊 万一传到我未来女婿许莫辰的耳朵里 你说她该这么想啊 妈 你胡说什么呢 我胡说了吗 我胡说了吗 阿姨 阿姨 我告诉你小子 以后别再纠缠我们家炎夏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妈 你少说两句 不是 你怎么还替她说话呀 你是胡同虫啊你呀 别喊了 这姐夫连去都听着呢 那好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你 走吧 妈 丁总来找我真的是解决工作上的难题 你错怪她了 你的手又没残 你画个设计图还需要她帮忙吗 别给我找借口了 我没找借口 我说的都是事实 公司要求我跟牧总监比赛 我需要模特所以 对呀 那许莫辰不就是个模特吗 你怎么不找她帮忙啊 又不是没找 只是晚了一步 不可能 五百万的巨债 她都能帮咱们家给还了 你找她当模特 这么点小事她能不帮吗 严夏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给我搞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腿 咱家没这家风啊 你连那姓丁的小子远点 妈 妈 你能不能讲道理啊 你妈的话就是硬道理 许莫辰 就是妈心中的女婿 其他的想都别想 行了 我先回去了 那要许莫辰的看得上我呀 看来我真是一个不被人喜欢的家伙 也许最在意我的人 只有灵珊了吧 我看见你家灯灭了我以为你睡了 我想见你 好 你在哪里我去找你 我在滴爱的旧厂旨 嗯 丁珊 外面这么冷 你怎么出来了 我给温笑打了电话 她说马上就来 所以 我想在路口等她 去哪儿 丁珊 丁珊 你什么 您所拨打的电话 点 voir 提高点 您好 点《安全帽子说》 提高点 很多导致 温小 答应爸爸 无论如何 你都要让低爱上市 完成我对古东的承诺 爸 你到底跟林珊说什么 人们永远追着得不到 却有渺茫希望的东西 只要你给他诱饵 他就会死心塌地地追随你 唯有这样 才能保住你低爱的位置 可是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利益 去伤害任何人 背负低爱的责任 你必须这样 温小 如果你想抓住一个有才华的人 千万不要给他一片 属于自己的天空 要让他依附你 才能长出翅膀 才华是其次 忠诚才是首要 哎哟 不是 爸 这是晶莹 就算你不能接受他的感情 也不能将他推得过远了 我对灵珊 是爱 还是愧疚 我好像从来都没明白过 别着凉了 放心 我会陪你一起的 在这一刻 我才明白 真正需要温暖的 并不是末尘 而是我 我会见不明 几书 相信今天 我会有点伤害 我会知道 所以我会有点伤害 什么都没误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